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总得善人做 哪有凡人做神仙 你看 吃处好来了 先不就让那个畅快玩的上来吧 我这段就算是完了 拍这线木头啊 让大伙压炎 什么意思呢 您歇会儿 有打中午就来的 坐一中午等了一多钟头 估计您也说累了 说累了歇会儿听我说 我说什么呢 说书 他有人说了 你这不叫说书 为什么呢 你这书里边很多的包袱 我们认为你这是单口相声 其实来讲 这个东西很难界定 你说 评书就没有包袱吗 这么多的评书大家 袁先生 善先生 田先生 这些名家 说聊斋的刘先生 那包袱一个接一个的 也跟单口相声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人家说那不叫单口相声呢 人家是说书的 可能人脑子里有一个界定 我认为你是说相声的 你说什么也是相声 那就跟郭德纲似的 郭德纲唱过平戏 现在唱什么大伙都说 带平戏味 其实也未必 也未必 这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东西 就跟我捧根 其实我学相是捧根出身 打小学相 一直站在桌子里边 给人捧根 干了十年了 后来老看这边的别扭 替他使劲着急 我出来吧 我站在外边说 我站里边比站外边其实专业 后来偶尔都站里边给他们捧 大伙都说 这个不行 太像痘梗的了 你不理解我 你也不了解我 今天这段书呢 书也罢 单口相声也罢 故事是一个 寄功 大伙都熟悉 前些年呢 咱们这个影视的艺术家 尤本昌先生 演过这个电视剧 寄功传 非常好 晖泻幽默非常的风趣 民间传说也很多 京剧 包括很多地方戏的舞台上 也都出现过寄功的形象 评书呢 有很多前辈 也都演说 我小的时候 学过这个 但是不是很精 而且到北京来这么多年来 很少演这个 我回忆一下 就是当初在琉璃场 在茶馆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个 寄功钻 那之后 也有个七五年 八九年 没说这个了 有可能哪说的 接不上或者忘了 大伙多做自我批评 指的不像话 就都是 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是南宋 大宋朝分南北 是南宋 地址呢 在杭州 在当时不叫杭州 当时叫临安 南宋定都在临安 故事发生在临安城的东门以外 离城二十五里 有个村子 叫杨家庄 这村里边姓杨的人比较多 得有三分之二的人姓杨 宫长阳 立岛阳 还有三角水的阳 立刀的阳 都有 这几种都属于是写错了的 姓张的 愿意跟一块掺和 为什么 杨家是村子里的一大户 说是大户 但不是说每家姓杨的都有钱 真有着有钱的 站着房躺着立 存着多少多少钱 有这样的 可是也有做小生意的 也有那种地的 干嘛的都有 村子北口 有一家姓杨的 卖烧饼的 手艺人 老爷子呢也姓杨 杨老头 好手艺 那个烧饼打出来 没有这么好的了 一万多层 酥脆可口 火候也好 芝麻搁的大小 都合适 没有这么好的了 标准的烧饼 至孙烧饼 十里八村都知道 好 祖传八倍武 干这个 怎么八倍武呢 老头算半倍 他死了算九倍 但是老爷子很希望 我这个手艺就到这 就结束吧 希望自己的孩子 出类拔萃 有一个儿子 大小就宠着他 为什么呢 家里都是卖烧饼的 我不希望我的儿子 继承我的手艺 他要是能够读书 有朝一日考个状元 多好啊 天天跟儿子说 你得好好的考 孩子说不考 我得跟你学这闹 跟老头气的 我一片心血啊 你从今天开始 不许逗留在烧饼铺的附近 把你送到临安城里边 花钱送你上学 请先生教 临安城据说有一位老师 教了不少的学生 有人呢 中了状元 有人中了榜眼 有人当了举人 这老师了不起 花多少钱 我也送你去 把孩子送那儿去了 可是 这孩子呀 有一个雄心壮志 我不能辱没了门风 虽说我爸爸 不不送来学念书 但是我心中 情细烧饼 每天呢 老师这念书 他打一招跑出去了 您想临安城是大地方啊 大地方也有捞烧饼的 这孩子出去偷艺去 各大烧饼铺满座都去 念这三天书啊 字没认识多少 手艺超过他父亲了 啊 念完三天书这一回来 大爸爸一考的 说咱们先别考这个四书五经了 咱们先说说这和面吧 你老头一讲 怎么揉面 怎么弄油酥 怎么烙 怎么弄 老头说啥了 工艺提高了 哎 看了口气啊 看起来你真不是念书的材料 啊 我一心想让你做一个文人 结果你还是做了老人 也罢 既然不愿意念书 强求着不是买吗 省了咱爷俩伤了交情 你就跟我这好好忙活吧 哼 这小子这手艺施展开了 十里八村都轰动了 真的好 比老头那工艺还好了 买来吧 每天说今天就做三千个 做完之后多一个都不做 啊 生意是越做越火 大伙都知道 咱们得买这羊胖子的烧饼 这小子胖啊 羊胖子的烧饼 太好了 生意是越做越火 老头的岁数也是越来越大 刚开始的时候一块跟着 帮着儿子撂了一切 到后来老爷子盯不住了 这小子这买卖全交给你了 你好好干 啊 我呢 有精力就过来帮你盯着点 我说没精力呢 你也别挑我 你怎么管了 老爷子就得歇士了 买卖孩子能盯着 或者羊胖子 啊 到起碗睡 收拾的干干干干干干 从里到外 井井又挑 就说这一天 早晨起来收拾完了 和面打烧饼 跟往常一样 这一天做了三千个烧饼 到了晚上 现在中点说八九点钟 都卖完了 关门上板 把这门板都上好了 把门插上 准备休息了 啊 也睡不着觉 自个儿坐在这儿 又把这书抄起来了 你看让他念书 说我不好这个 烙了烧饼呢 偶尔倒觉得这书里边 有些东西有用 啊 其实我现在 手艺是没问题了 我如果多念点书 人们是不得夸 我是个如商了 啊 天天都没事坐着拿着书 看两篇 看两篇一困了呢 就睡觉了 啊 拿过书来看了看 看了两篇 现在中点说话 得有个十一点左右 夜里十一点 现在夜里十一点不叫事 啊 而且北京城啊 这些大城市 到夜里十一点 一大批人 刚刚苏醒过来 啊 十一点了哈 其实起的稍微早一点了 嗯 咱们都去玩一玩吧 啊 找点 喝酒 夜生活刚刚开始 可是在当年没有 那个年头没有电 家里有点灯油 谁舍得老点 天一黑 七五点钟 几乎的路上没有行人了 都睡觉 夜里十一点 哎 基本都睡得很踏实 羊胖子也差不多了 哎呀 今天又看了一楼书 啊 又看一楼书 这个随手没看懂吧 你都没看懂啊 但是我也看了 嗯 要没这楼书 我睡不了觉 我那个枕头太低 啊 我点好了 刚躺下 四睡不睡 就听得门板上 有人轻轻的敲了两件 啪啪 说句文言词 这叫叠指弹窗 牙齿的叠的一块 弹 敲门敲窗 我这个有规矩 啊 为什么呢 敲门敲不好 容易打起来 按规矩来说 现在敲门也如此 先敲一下 轻轻敲一下 再慢慢的 啊 看看有人没有 有人不会敲 上来就 这是爆方 只有死人了 才这样敲门了 光光光我以砸门 这一开门 孤登规矩了 哎哎哎 您看看这吧 这是敲门的规矩 叠指弹窗 听声音很清脆 听声音感觉出来 这人这手指的不是很粗 啊 很细 啪啪 就这么两声 啊 声音小 手指的细 你要听 蹦蹦 啊 那手指的就得这么大个儿 一个 嗯 截指弹窗 胖子都躺下了 心说谁这么讨厌呢 干嘛呀 就听外边 滴滴的声音 买烧饼 胖子很生气 怎么呢 这是几点了 买烧饼啊 你来得太早了 再等会儿 天亮你再来 不成 掌柜的 您开门 我饿 声音是个女人的声音 杨胖子 刚才头一句也没听清楚 二一句一听 是个姑娘的声音 哼哼坐起来了 女的敲门 难道说我如伤的名声 在外了吗 嗯 我得瞧瞧啊 来到这儿 打开了窗子 望外观桥 大月亮地儿 门外边站着一个美貌的姑娘 没有这么漂亮的 从头上到脚下 好看至极 闭上眼睛 你就想 你认为这个女人长什么样好看 这种都长什么样好看 就这么好看 啊 杨胖子一瞧 哎呦 三魂都出了窍了 我这烧饼 感动得天仙下凡 把门开开了 啊 姑娘 起得很早啊 还没睡呢 这是饿了 这是啊 您 我买一个烧饼 哎呀 你这不了解我们呢 每天只卖三千个 今天早卖完了 哟 这么说我来得不凑巧 巧极了 我这就和面 看过一口的面来 倒在盆里边 好这通忙活呀 揉面大优素 弄芝麻 生火 忙活俩多钟头 啊 烙了一个烧饼 心不在焉 老看这姑娘 姑娘要瞧她 胖的乐 忙活半天 烙了一个这么大根的烧饼 半袋面 姑娘 你先垫吧 垫吧 姑娘乐了 抱过这烧饼来 要 我没带钱 不着急 不着急 先吃着 先吃着 这算什么呀 太好了 太好了 那那个喝点稀的吗 不了 这个 还有点事 哎呀 掌柜的您 真好 谢谢您 我先走了 姑娘转身就走了 杨胖子站在门口 看着姑娘的背影 叹了口气 没在姑娘稀 没死我杨胖子稀 我哪儿小那么两句话 刚才可能看那古书来的 人家有这话 说这么两句 打这儿起 就这一天一宿 这人睡不着了 翻过来覆过去 就这一宿跟炕上 就小这烧饼 来回翻个 天亮这一天 心思都没在干活上 来买烧饼 没有就没有 没有面 没面 没有面 昨天一晚上把面都卖了 是啊 他烙这么大个一个 半口的面 烙一烧饼 哎呀 心里想 这是哪儿的姑娘 我就应该问一句 姓什么叫什么 家住哪儿 我也是傻了 像我今天这都 这个岁数了 男大当货 女大当嫁 人家姑娘拿着 这么半口袋的烧饼 她也不好走啊 我应该多一句嘴 我送你去 我连任日门 这多好啊 嗨 顿足垂胸 自己后悔啊 我怎么这么老实呢 我太天真了 我啊 我太纯洁了 我 懊悔不已 这一天 几乎就没敢买吗 好容易天黑了 把板上上门关上 自个儿坐在屋里想 今天他还来吗 又一想 未必 那烧饼能吃好些天 我这饭两四五天 是没问题的 姑娘能吃多少 盼着家里人多吧 人多 你一口我一口就吃光了 今儿还得来 坐在屋里边 心里边乱 手扶在桌子上 用自己的这手啊 盘这桌子 来了 哎 哥们 没有啊 坐在这 疯了这人 老小子们还不来啊 折腾来折腾去 到夜里十二点 有点困了 把自己的书搬过来 垫在枕头底下 躺在那睡觉 刚迷糊着 就听着 啪啪 跌脂弹窗 胖大炕蹭起来了 孤灯就摔在地上了 起得太猛了 来到这 啪一伸手拉开了 姑娘 进来 哦 这是窗户啊 这边 把门打开 还是昨天这姑娘 啊 姑娘看她扑吃一乐 羊胖子 骨子筋都酥了 哎呀 这 没在 姑娘戏 买烧饼戏 喝点戏的吧 啊 你瞧 昨天那烧饼回去 我吃了一半饱 嗯 好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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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很能吃 很能吃 很能吃 嗯 今天 还得买一个 我给你弄 我一天没干活了 我一天没干活了 嗯 准备东西 弄完之后 啊 今天吸收昨天的这个教训了 没敢弄成这么大的 烧饼该多大多大 弄了一大堆 弄完了 你来多少 就要一个 哈 拿起一个烧饼 我们这是买一送一 啊 买一个送一框 后边有一小杯框 接下来接下来 这四百来烧饼都过来了 要是拿不了 嗯 我送你去 哈哈哈哈 我就料到这点了 哈哈 没在 姑娘西 呵 带我背框西 啊 这框 小背楼 背好了啊 往外走 把门带上 你们家远吗 不远 啊 就过了前边那个土坡 小树林望西 就是 好 咱们走 咱们走 哈哈哈哈 背着框 啊 心情也好 啊 心情也好 一边走一边聊天 啊 姑娘多大了 啊 管得着吗 哦 是是 哈哈哈哈 哎呀 姑娘很善交谈 哈哈 哦 呃 呃 姑娘 怎么称呼 闭嘴 哦 是是是 是 嗯 能一圈心眼的 嗯 航行正走 拐弯 抹角 过了小树林 前边 有一个小房子 三间瓦房 屋里边亮着灯 姑娘拿手一指 你往这儿瞧 杨胖子这手就没离开人家手 哦 哦 好好好 什么就好 你看我这房子 哦 我去看支架了 我啊 这是我家 你要进来坐一坐 哦 好 好好好 好嘻 好 什么了 七八糟的 来吧 来到这儿了 啊 推门 一进屋屋里 收拾得很整洁 靠墙角 这儿有一张床 这儿有一个梳妆台 有一个小圆桌 四个五凳 桌子上有一壶茶 有两个茶杯 胖子进来 把这杯楼放在地上 哦 哎呀 姑娘收拾的房子 很整洁系 啊 很整洁系 相当的干净乎 啊 我 我看着也很干净爷 嗯 什么 坐那儿吧 哎 杨胖子坐着 姑娘坐着对脸 哎呀 杨先生 好手艺 啊 烧饼做得非常的好 哎呦 哪里哪里 啊 苏翠西 焦黄西啊 焦黄西 嗯 好极了 你往窗外观桥 拿手一指 这窗外边 窗外边 有一棵柳树 这柳丝随风摇曳 姑娘拿手一指 看见这柳丝了吗 我去 什么意思 啊 什么意思 柳树叶啊 柳树叶西 啊 柳树叶西 姑娘您说 嗯 残月高悬 你我心情如同柳丝摇曳 蓝军 你心中想的是什么 呵呵呵 睡觉吧 姑娘站起来 扑车一乐 说你看那是谁啊 杨胖子一回头 这屋里边一股子黑烟 我可害怕 咱不说了吧 我给你们说些张玉竹海吧 很高尚的一个故事啊 这屋里边全是黑烟 杨胖子什么都瞧不见了 谢谢大家 帮我 帮我 甚至几个硬末子 那这个完全是因为 有钝灰 诖病